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早前邀请贪腐最成的前首相纳吉入功用膳 但是元首昨天却在大学演讲时 敦促各方要远离贪腐毒瘤 对此工程党巴西古当国会议员哈山卡林敬见 王氏要言行一致 哈山卡林今天发文告表示 马来西亚很幸运有一位国家元首公开反对贪腐这个头号公敌 但我希望陛下最好言行一致 我希望说真话 尽管这么做痛苦而危险 为了尊重王室和国家王宫 我不想直接指责国家元首邀请贪腐停案缠身的前首相纳吉 到王宫一同开斋及出席开斋节宴会 哈山卡林也质问 国家元首可以接触到总检察长 为何没有人敢出面劝告元首别邀请纳吉去王宫 他也认为纳吉应该要有自知之明 他说纳吉身为前首相及资深政治人物 应该主动劝告国家元首不要邀请他到国家王宫 毕竟他已经被法院定罪 哈山卡林还说 令人遗憾的是 国家元首因为言行不一 导致在马拉公益大学的重要反弹演讲被视为空话 沉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